二手市放回暖 部分急于套现的业主不惜大减价或低市价沽货 有港岛区两房全烟花海景户业主狠劈450万元离场 到底什么原因愿意作出调整 中原地产北角城市分行区域营业董事林龙南透露 北角维港重陆座高层D室 实用面积约565方尺 两房间隔 坐在全烟花海景 原叫价2250万元 但有见下曾同类单位以1780万元成交 最终决定调整价钱 大减450万元或约21%以1800万元逆手 折合平均实用尺价约31858元 林龙南指 买家属于用家 中情单位属全身 未曾有人入住 原业主于2017年5月以1683.5万元买入单位 持货4年 账面赚116.5万元或约7%离场 银湖 天峰海景四房减百万年车位成交 至于其他 屋远翼6减价100万元成交 世纪21期封物业云海分行高级分行 总经理蔡培子 马安山银湖 天峰6座中层B室 实用面积 约1,856方尺 约1,856方尺 属4房商套间隔 坐向东北向海景 单位放盘4个月 原叫价3,250万元 减价100万元或约3% 至3,150万元年车位沽出 实用面积尺价约16,972元 据了解 原业主于2009年6月扣入单位 当时作价1,875万元 持货1,2年多至今沽售 账面大赚1,275万元或约68%离场 另外 全湾中心陆德本月手中买卖成交 但属低市价成交 中原地产全湾全景为分行高级分行经理黄德纯表示 单位为一座 广州楼 低层施室 实用面积约354方尺 两房间隔 流景为主 原业主于9月底以480万元放盘 本月初调低叫价至450万元 最终再减24万元 以426万元沽出 累减54万元或约11.3% 折合实用尺价约12,034元 较同类单位市价低约5% 原业主于2014年8月以264万元买入单位 持货7年沽出 账面获利162万元 单位期内升值61%